我們來到法國最美的城堡 Chateau de Chambord 香波城堡 當年法國和英國打八年戰爭的時候 原路建了很多城堡 後來法國打贏 這些這麼美的房子 就變成皇帝狩獵的行宮 當然也要裝修得美一點 所以完全沒有戰爭氣氛 出義代止是一個很優美的花園 本身的胡城河 他們都硬要裝修 所以就成為一個裝飾 雖然建築的頂部很東方 但花園是文藝復興的花園 我的理論又可以出來了 最初文藝復興是港流對稱 怎樣都是正法 除了那條路和花束的對稱之外 連裡面的圖片都是對稱的 所以你一定要站到上面 更上一層樓才可以看到這麼美的設計 後面看到一條路一直伸延開 因為它為了令你顯得空間 它就在森林中間開闢了一條路 但這就是比較後期的設計 根據它建築師的紀錄 Chantal Deschambord 它有11個不同設計的塔尖 以及3個不同的煙通 你看到它建築師花了幾大心思 因為你recycle和一個floor plan很簡單 但如果你要每一條柱都做到不一樣的話 是極度困難的 而它就做到這個效果了 這是有點像當時東方巴黎尖庭建築的 一些屋頂的設計 但所有特別的地方就是它中間的裝飾 它是用了花瓶以至一些浮雕 而當中浮雕是一些濃的元素 這個就非常之特別了 這只是其中一座而已 你還有11座 如果很想看看真正的建築Marvel是怎樣的話 親自來一次吧 Chantal Deschambord 之所以這麼漂亮 是因為它有一個很華麗的屋頂 它的樣子跟歐洲任何城堡都很不一樣 因為它設計師的靈感 其實是想模仿東方的一個美學 它希望將這個屋頂 打造成好像軍事坦丁堡的天際線一樣 這個城堡的屋頂是一座座山 上面的煙通以至塔尖就像大樓一樣 所以就有樓又有山 一個完整的景色 由於是模仿東方的設計 也不是我們常見的Pattern 但不代表你沒有得欣賞它 就用這個正宗的塔樓為例 它的Pattern其實都是跟一般的文藝復興高塔一樣 底座是八角形 但上面就慢慢收到成為圓形 然後在它第二層加幾個非腐壁這樣支撐著 等底座大的樓樓由闊到窄 上去小個環前面的同事 不會覺得凸凹 因為它是由實深慢慢開到空深 還有最令我震奮的是 今天那天真是很藍 京東歷過那次里昂的寶風園之後 原來有南天八環是很值得感恩的 如果你看真點 你會發現香港城堡有很多漂亮的傢俬 全部的底座都有樓樓 因為皇上可能只有一套傢俬 他去到哪裏度假的時候 就連傢俬一起搬過去 你看到這裡有一張很漂亮的掛毡 為什麼不是放在地上呢 因為以前很喜歡把掛毡隨身圍帶 去到哪裏就可以掛到哪裏 decorate你的城堡 所以你見駕駛法文怎麼讀呢 其實就是movel 沒錯就是moving的意思 隨時隨地讓你去裝飾它的價格 我們現在就是城堡的這個位置 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樓梯 是好像DNA的螺旋形樓紋 它有兩條而互相之間是不會重疊的 很複雜 我指給你看你就明白了 你沿著這裏走上去 你一繞就已經繞到第三層了 因為它的設計是單數13579這樣上 下的那一層就是24680 所以你永遠不會看到另一層想下的人 而且可以在裏面玩捉迷藏 假設你在一個皇上之後 你有幾個懲罰或樓梯跑來跑去 你就在裏面的洞窗窺探到 你的飛躬 你的腳 但你自己是不會經過那個一級的 所以就令到你有一個很神秘的感覺 在它這個天花板的位置 就刻滿了一些英文字 沒錯就是那個城堡主人的initials 它是F字頭的 跟我一樣是Fedric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城堡 很有賓治如歸的感覺 節目去到尾聲了 好多謝大家過來看我的城堡之旅 其實法國的城堡有很多 我們只是看了一隻手指尾的份量 希望之後有機會 再帶大家看其他美的建築 我是Fedric 下一集再見 拜拜